新城相公所在北浦国小活动中心举办原住民族家政班班员教育训练及乐舞技艺竞赛 比赛分为了活力口号创意竞赛指定曲团体合唱竞赛还有原住民乐舞竞赛 家政班员们可以说是展现自己活力经过一整天的竞赛呢 第一名是由康乐家政班队来获得赎荣 新城相公所6号上午8点到校午5点举办原住民族家政班班员教育训练及乐舞技艺竞赛活动 新城市部落家政班班员以及妇女姐妹们踊跃参与公所举办的活动 分别组成15个队伍 共计300人参加竞赛 家政班班员以及部落妇女姐妹们纷纷感谢相公所办理乐舞竞赛 让主人们在竞赛当中学习并且展现童谛精神 更有欢乐的一天增进部落情感 相当和一台则是相当的感谢各部落的影剧力量 我们制作了香歌这首歌 是我们族人可以说狼狼上口的一首歌 我们代表会葛秋田青峰两位代表 极力的希望我们本所来办理原住民香歌歌舞比赛 我想将这个创意除了能够推扬本乡 在整个音乐的节奏当中 来看出来听出我们乡里面的一些特色 对于整个新城乡在我们漫波新城 logo的创意之下 尤其我们今年新城乡是经典小镇 唯一在花莲县获得紫苏涌的一个乡镇 相当和一台表示各部落家中的班员 以及队友发挥创意搭配传统服饰 加速原住民族的音乐族语等元素 更达到传承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意涵 音乐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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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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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次活动看到乡亲主人们在销声与欢兰中成功圆满 未来相公所将规划更多的活动 让乡亲能够在新城乡快乐的居住 幸福的生活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